嘿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这个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索尼电视或者是安卓原生盒子 是如何替换系统桌面的 讲到这一点 其实我之前已经出过一个短视频 当时针对的机型就是索尼电视的X9000H 很多网友都反馈说 他家的机型并不是X9000H 而且利用我这种办法也并不好使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教大家 如何彻底的去禁用索尼电视的系统桌面 然后从而让你第三方的桌面浮出水面 至于说大家为什么要替换 可能每个人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就不展开讲了 除了讲索尼电视机如何替换 后面还会讲一讲安卓原生盒子或者电视棒 比如说谷歌TV或者小米电视棒 如何替换系统桌面 它的实现原理其实也并不是很难 其实说白了就是禁用系统桌面 然后再安装一个第三方桌面就可以了 当然实现的方式还是用命令行 或者代码的方式 考虑到大家对于命令行代码 还是多少有点焦虑 所以跟往常一样 我还是开发了一个小软件 这个小软件可以看作是一个 禁用桌面的一个懒人工具箱 如果你是索尼电视 你就直接点索尼电视的按钮 就可以一键禁用系统桌面 你如果是谷歌电视棒的话 你就直接点击谷歌TV的按钮 就可以一键禁用谷歌TV的系统桌面 我做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减少一些工作量 至于软件用到的所有的核心代码 我会贴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我再说一遍 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点击展开按钮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描述的详细信息了 我先把丑话说了前的 你们在用我这个工具之前 一定要确保已经安装了第三方桌面 如果你直接使用的话 就相当于禁用的系统桌面 那就黑屏了 这就非常尴尬了 ok 接下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这款工具是如何使用的 我先说一下这个工具的适用范围 这个工具仅仅适合索尼电视 安卓原生电视盒子 以及谷歌TV这三个品类 然后目前是不适合 FIRE TV 通讯极光3或极光4 这样的非原生的电视盒子的 至于软件的名称 我暂时叫QLauncher 目前测试通过的机型 有索尼的X9000H电视机 谷歌TV 小米电视棒 还有TivoStream 4K NVIDIA Shell TV这几款机型 好 现在我已经打开了电视机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索尼电视机的桌面 应该是华数TV的界面 首先第一步是要安装一个第三方的应用 这里面其实我已经安装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安装的第三方的桌面 至于怎么安装这个比较简单 我就不给大家赘述了 你可以用U盘或者是软件商店的方式 去安装第三方的桌面 而且我告诉大家 你安装什么样的桌面都可以 这个是没有限制的 我只是用 Emote UI做一个举例 你可以安装其他的 比如说 Wolf Launcher之类的 第二步是打开开发者模式 我们进到系统的设置里面 找到系统 找到关于 我们在这个地方 快速的点击4次 它就会进入到开发者模式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 找到开发者的选项 进去之后 我们打开 ADB 的调试 如果不打开开开关的话 你是用不了我的工具的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我软件 好 我们回到手机上 打开 QLauncher 软件 这边是需要你去输入一个IP地址的 我们在这边找到网络和互联网 然后在以连接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电视机的IP地址是 192.168.6.189 好 我们在手机上就补填一下189 点击连接 这个时候你的电视机就会弹出一个允许USB调试的选项 我们在这边选择允许 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就显示连接成功了 接下来的操作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点一下索尼电视 这样的话就已经禁用了系统桌面 此时我们再按下遥控器的Home键做一个测试 好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就是我安装的第三方桌面了 看到没 已经不再是索尼自带的这个滑鼠TV了 我们随便进一个软件 然后再点击这个Home键 好 大家可以看到依然是回到我这个第三方的桌面 而没有回到索尼的这个电视机的这个滑鼠TV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简单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 如果说我想恢复怎么办 很简单 进到系统设置里面找到应用 这边我们点击查看所有应用 我们继续往下拉 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已停用的应用 这个已停用的应用 就是我们禁用的系统桌面 如果我们要想再次启用的话 非常简单 直接点击右侧启用 确定 然后再把它打开 此时桌面就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又回来了 好 接下来我就演示一下在谷歌TV上是如何提换桌面的 其实步骤都是差不多的 这里面为什么很多人在谷歌TV上没有替换成功 它其实有一个潜在的原因 是因为它不仅仅有一个我们看到的桌面的进程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守护进程 它叫做设置向导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进程都禁用掉 才能够真正实现替换 在这边我要多说一句 就是一定要确保你已经安装了第三方的桌面 比如我这边就是用Emotan UI的桌面 首先第一步是到谷歌TV的设置里面 找到系统 找到关于 然后这边同样是拉到倒数第二项 这边有一个安卓TV操作系统版本 注意是倒数第二项的这一项 而且你要升级到最新版 我们在这个地方快速点击4次 就会进入到开发者模式 注意一定是最新版本才可以 回到这里找到开发者选项 我们要勾选USB调试 打开之后我们回到桌面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手机 打开QLauncher 这边是输入谷歌TV的IP地址 刚才我已经看了是111 我们点击连接 出现这个弹框我们还是点击允许 这个时候手机显示连接成功 然后我们点击谷歌TV 大家注意观察 目前已经回到了设置的界面 为什么回到设置界面 因为我们已经禁用了系统桌面 此时我们点击Home键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进入到我的第三方桌面了 还是那句话如何恢复 我们点击设置 点到应用 在应用里面 查看所有应用 拉到最底部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下面有两个已停用的应用 一个是设置向导 一个是谷歌TV 有很多人没有成功 就是因为他只禁用了一个谷歌TV的进程 它上面的进程还会导致它重新启用 这样就会死灰复燃了 对吧 如果你要想恢复的话 一定要先启用桌面 再启用设置向导 千万不要先启用设置向导 这样就死机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找到桌面进程 点击启用 再接着把设置向导 点击启用 好 这样就OK了 点击Home键 大家就可以看到已经回来了 OK 大家已经学会了 好 接下来是小米电视棒 小米电视棒也是安卓原生电视盒子 而且是基于安卓11.0的一个版本 目前我已经安装了一个第三方桌面 接下来还是跟刚才一样 点击设置 找到设备偏好设置 找到关于 点击最底部的安卓TV操作系统版本 快速点击4次 好 现在就进入到开发者模式了 我们点击返回 找到开发者选项 这边我们勾选USB调试 在网络这里我们看一下它的IP地址 178 好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手机 打开QLauncher 这边输入178 点击连接 好 此时出现弹框 依然是点击允许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点击小米电视棒按钮 好 大家可以看到瞬间就切换到了 Emotor UI的第三方的桌面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恢复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还是点击设置 然后我们找到应用 查看所有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我禁用了两个进程 一个是桌面进程 就是安卓TV主屏幕 另外一个进程就是patchwall 这应该是一个拼图强的进程 为什么禁用它 是因为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误触到按钮 而按钮通常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的把它给禁用了 如果说你觉得按钮有用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边点击启用 它就会回来 至于桌面如何恢复也是一样的 点击启用 确定点击home键 这样就已经回来了 希望这三个都能够覆盖 所有的安卓原生盒子的一个演示方法 后面我会讲一下 具体的代码是如何实现的 因为有可能你没有安卓手机 那么你就可以用电脑去实现 当然未来可能也会开发一个iOS版本 好了 最后再说一下代码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软件无非就是这么几个按钮 每一个按钮对应的就是几川命令而已 如果说你没有安卓手机 你也可以利用电脑ADB的方式去实现 非常的简单 我已经把这个代码已经汇总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看到 红框的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这三个按钮 核心的代码 你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自行的去设置一下 就可以了 ADB的工具包 以及命令行的具体代码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自己去下载就可以了 然后至于ADB是怎么使用 之前我已经讲过 大家可以参考我往期的这个视频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边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